吳昊仁 好 這個我還是身體第一次到花蓮 到東部來演講 謝謝我們 給我多機會 我今天聽了這麼多官員在上面跟大家報告 我坦白講我非常感動 我們做一個小老百姓 有榮幸有這麼多的官員 尤其到東部來 跟我們東部的企業家 還有我們的同學們 這代表政府對東部的重視 當然我們都了解 東部相對的產業資源比較少 因為人口真的很少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 只有一百萬人住在宜蘭 這個花蓮跟台東 所以這麼大的土地只住了一百萬人 其實這個比例上是不對的 我剛才有跟幾位官員建議說 要從一個國家的高度來做一個整體的國土規劃 這個東部的這個建設 要從國家的角度來看 而不是從一個縣市的角度來看 那我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到這邊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台南二十七創意的 這個一些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分析的 那我叫胡春盛 那我已經退休了 但是我退休以後就想像我們這個理事長一樣 我參加了很多的MGO的活動 包括幫助台灣的新創產業 台灣的搖欄計畫 還有二代大學的業師 還有這個中華傳制學院 就希望我們過台灣的下一代 會給我們這樣更好 那我相信這也是很多 台灣現在像我這種年紀的這個 受到國家的栽培 受到這個土地栽培 想要回饋我們這個社會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我今天站在這麼遠 好這個從過去五年 全世界發生很多事情 那這些大事呢都改變了整個世界 也改變了台灣 包括後全球化 從全球化到後全球化 剛剛Kenny有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二二十世紀貿易窗裡面 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由於全球化讓一些比較 貧窮落後的國家 受到的這個利益上受到的這個損失 所以這個倉椅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說 這個倉椅包括這樣一個意涵 這個我非常不容易 這個全球化到後全球化 所謂後全球化就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國家發現就是說 這個過去大家把工廠集中到一個少數的國家 大量的生產 然後再銷售到全世界 那很多國家的就業機會減少了 所以造成了這個世界的不平衡 所以一股後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開始 有人講說這是一個 回覆到這個國家主義 那我覺得所有的事情 顧及避環 所以全球化過度的這個發展又 後全球化的修正式 第二個就是地點政治 這個各位都看到了 每天的新聞 每天台灣都在 經濟邪輪每一天都會講說 台灣很危險 台灣很危險 那這個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 第三個就是COVID-19以後 這改變了從長年到短年 第四個就是這個 每一個大國的關鍵技術戰略制度 尤其半導體 每一個國家突然都說 我要發展半導體 所以美國已經開始了 德國受他們的建法了 那日本也開始了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跟 後全球化的關係 跟這個各個大國想要 戰略自主的關係 還有當然烏俄戰爭 俄武戰爭 它凸顯了台灣的地位 所以這些改變了幾個 台灣的這個 一些我們的這個大事 我們來看看這個 剛剛提到的替野政治 有一個名字叫修斯里德 大家應該都聽過 這意思就是說 當世界的第二個強權 想要挑戰第一大強權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這種摩擦 那這產生的這個效益 最終可能會以戰爭收場 這叫修斯里德 那這修斯里德 事實上是19世紀初的時候 德國的一個希臘 公元前五世紀 一個歷史學家提出來的 的一個線 所以我們現在的全世界的狀況 中國要挑戰美國的強權 造成了這個世界上面的一些 開始的這個地眼政治 激烈的這個碰撞 那也形成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全世界 圍中的氛圍進在升級 而且這行程已經一兩天 已經一段時間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自由民主聯盟成型 那要捍衛這個民主的自由 所以你可以看到 過去德國是最輕忠的 德國是最輕忠的 可是德國在前一陣子 還派軍艦到亞洲來參加 這個跟美國跟印度 跟澳洲的一個聯合軍演 而且德國也提到就是說 如果在過度依賴中國的經濟 最後受傷最傷的就是德國 如何今年的GDP是否成長 是所有歐洲裡面 表現最差的一個國家 就是因為它過度依賴中國 第二個我們看到韓國 韓國也轉頭了 韓國過去也是非常的依賴中國 所以它是一個 最近兩年的經濟發展 受到傷害 印度也是一樣 由中印轉向戰略進去 澳洲 所以美國正在主導一個 全面圍骨這個極權 就世界幾個極權國家的一個行動 尤其拜登上來以後 積極在推動這個事情 那我們看到這個 從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我們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來看各位 全球的GDP在2020年 2020年全球的GDP 美國佔了25個Tillion 中國將近20個Tillion 不過你把它加走 這個如果說 美國跟中國是兩強的競爭 其實這個差距還23% 我們不不論就是說 這個GDP的內涵 跟它的正確性 但是這個大家抱出來 數字還差23% 所以其實美國跟中國的經濟 自己GDP其實還有一段距 要趕上 你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如果把這個 自由聯盟的GDP加起來 跟獨裁專制聯盟 把它加起來 其實一個是45個Tillion 一個是20個Tillion 所以差了兩倍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大家比較有興趣就是說 自由 自由有時候看起來 自由民主呢 有時候看起來沒有效力 但是你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因為局勤看起來是一個 很有效力 但是你就會看到 今天中國的狀況 還有俄羅斯的狀況 還有伊朗跟北韓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去思考 這場戰爭是一個 價值觀的戰爭 是一個民族自由跟專制局勤的戰爭 那所以美國的 維中的政策呢 大概有這個像 NATO、ARCUS 軍事方面 在經濟方面的維中政策 包括對中國祭出的晶片法案 要求這個 這個量子力學 AI跟高速運算的晶片 不准賣給中國 那所有的超過 7nm的製程 包括ASMR的EUV EUV 禁運給中國 這些都是想要壓制 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還有iPad 就是美國的主導推動的 太平洋 換泰營養的協議 那台灣並沒有被加入這個 所以我們單獨 美國跟台灣 單獨談一個 21世紀貿易的倡議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這個維中的政策 那我個人很幸運 我也覺得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在去年的7月份 參加我們台美這個 20世紀貿易倡議的 第一場地門會議 那這個房間沒有這麼大 大概不到這裡的8分之一 這個很小的一個房間裡面 裡面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四個代表 台灣的四個代表 一個有兩個是工會的代表 一個是台積電 一個是我本人 所以還有一個是 台灣民法的這個董事長 我們進入了這個 這是一個閉門的會議 在這個閉門會裡面 這個我也第一次參加這一類的 這種這個貿易談判的這個 公聽會 閉門的公聽會 所以我是代表企業界 來表達這個台灣的企業界 對這個台美簽訂這個貿易的 的一個一些看法 所以我在那邊做了一個演講 集體的演講 那我跟這些美國的這個 談判代表講 就是說在過去的數十年 台灣對這個世界 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後我們台灣的這個貿易 第一程度是111% 然後我們台灣對貿易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們也是全世界前十大 這個G7國家裡面的前十大 Train partner 那如果沒有台灣 其實這個國際 全世界的自由貿易事實上 就是事實上是沒有的 所以台灣不應該被排除在外 那我也跟他們講說 在過去三十年 台灣站在一個 Standing at the front line of democracy to defendstress from autonomous countries 就是說台灣站在自由的最前線 來對抗一個集權的國家 所以台灣為這個全球的自由 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們需要美國真的 這個好大哥 站出來挺台灣 那的確我覺得 在過去一年 各位可以看到 美國也是很用力在挺台灣 不管是法案 不管是軍事各方面 所以我跟他們講說 台灣inserve your strong support 因為我們為全球的民主自由 做了很大的犧牲跟貢獻 那我也告訴他們說 台灣需要加入VTA或是BTA 就是我們需要跟美國有VTA和VTA 那就像我們在印太戰略 具有關鍵的理由 台灣不應該被排除在IPA 所以就是在這個公平位 所以我很高興就是知道 我們台美這個二十一世紀貿易創意 最後談成簽約了 所以最後我跟他講說 美國應該力挺台灣 所以我用了一句話 這是美國的過去他們的前輩 寫下的一句話 他說 American came to labor not to conquer to restore freedom and to end country 美國是到這邊來解放這個自由 Install freedom 就是把民主制度建立 來結束一個極潛的國家 這是他們的前輩人講的一段話 我把它扣了 所以我告訴他們說 是美國應該要立體台灣 台灣很小 我們的貿易依存度 在過去所有貿易依存度 就是把台灣的出口加進口 出於我們的GDP 這個叫貿易依存度 台灣從2000年開始 每年都超過100% 每年都 也就是說台灣是依賴 貿易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 如果我們的 我們沒有自由貿易 我們如果貿易被鎖定到一個國家 而不是跟全球做生意 我們台灣就沒有前進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全球做生意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台灣市場小 我們要征戰全球 不是願望 而是我們的宿命 所以我剛剛講 台灣的這個貿易依存度的問題 那我們也很高興 由於自由貿易 還有加上我們台灣人本身的勤勞 跟創新 創意 所以台灣在很多領域裡面 都是半導體服務器 封裝 面板 腳踏遮蓋 我們幾乎都是全世界P 所以台灣 由於這個自由貿易 年華也是受惠的一個 在自由貿易受惠 所以我們在1981年創意的聯華 1983年創意的聯華 然後到今天聯華 我們的營收其實才不到700億 可是我們的市值 今天的市值是3000億台幣 就是我們的市值是3000台幣 也就是說 我們所創造出來的價值 是給台灣帶來很大的貢獻 我們沒有跟銀行借一分錢 全部是用自由基金 然後把94%的產品賣到全球各地 台灣只是佔我們4% 所以就是我們的聯華 你知道在全球27個國家 有我們的Sales Office 全球有9000個員工 然後我們有三個工廠 台灣還是我們最大的生產基地 再來是昆山 再來一個是在日本的九州 所以我們目前也有三個工廠 好 所以聯華今天已經是一個 成為一個全球的企業 這都是合作歸功於一個自由貿易 所以台灣今天我們迎來 24世紀台南貿易參與 對台灣是非常重要的 那後山 這個有人講說花蓮是後山 所以最有名是釋迦 大家都知道這個釋迦 我就到台東去看這個看釋迦 然後我看這個龍仁把釋迦 這個採收以後 他都會把它鋸斷 把它截支 然後他才會再長出西亞來 所以這個就是在農業講的 逆境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一個國家一樣 一個社會一樣只有逆境 才可以淬煉出我們的韌性 什麼叫韌性 台灣的韌性 有一條歌 各位可能最近十堂會聽 叫怒 他說路要怎麼走 頭前萬五人家 看不清楚 就像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一樣 國家的利益 個人的利益 企業的利益 一條新歌 有時有時 抓不準 運命 有路的路唱歌 無路的 聊天貴娘 這個是台灣人的精神 然後呢 這就是台灣人的精神 這是台灣的韌性 就這樣來的 所以我去以色列參訪 去年十一月去以色列 其實以色列就是一個在光夢中 站起來的一個國家 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國家 我在以色列看到什麼 這一個國家 親全力在發展新創產業 這個二十六缸接牌的 中小編新創產業 這個我們應該要跟以色列選好 那以色列其實是一個 侍衛的大國 它是軍工產業非常發達 那我跟各位爸爸 以色列的軍工系統裡面 用的電腦 一半以上都是台灣製造 他們的那個I-DOT 就是那個短程的飛彈滑動系統 裡面就是用棉花的電腦 用台灣的電腦 所以台灣要自己的信心 不用擔心 所以你說雄山飛彈這麼厲害 你要想其他 這絕對不是富隆 然後呢 我看到以色列輕盈共創 跨代共創 眾籌引進社會力量 會新創點榜 新創公司最可憐就是 要到處找錢 沒有錢 創業沒有錢 所以以色列有一個平台 你只要看這下新創 你覺得很有前途 你就可以說 我要投資你一萬塊 十萬塊 一百萬 就是讓社會的資金 可以進入投資新創 讓年輕人可以包圍他們的創意 這是我覺得新創 我們周小的新創 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 比進眾籌的這個新創新的概念 所以台灣需要四代交替 然後連續我們的整個產業的優勢 這裡面我有一些建議 尤其大學裡面可以開設創新創業的學程 鼓勵MGO跟資深退休 企業專案投入輔導新創產業 就像我現在在AAM一樣 然後經濟部 應該要設置新創局 我是今天應該再獨立出來 有一個專門做新創 也不要再跟中小界混在一起 專門做新創 拿到誇業預算 鼓勵清理共創 就是鼓勵有經驗的人 不要每天流山玩水 應該跟年輕人一起共同創業 因為銀化族有經驗 口袋還有錢 然後年輕人他有時間 有精力 有創意 所以鼓勵清理共創 然後推動成熟界行 投資新創 引導資金投入新創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學習到的地方 好 我要講一個小故事跟花蓮一關 我上個月 上兩禮拜前我到荷蘭 那我到我的荷蘭總經理的家裡面 他邀請我到這個 他是他的家 蓋得非常漂亮 他的客廳 他的後花蓮 那我就看到地上的大理石 非常漂亮 我問他說你這大理石是哪裡 他說這個大理石是有一天 他在這個 這個圖是露特丹 各位知道荷蘭的第二大城 露特丹的中央車站 地上鋪滿這種大理石 所以他就拍個照 然後就上網去查 誰在賣這個大理石 他找到中國的一家供應商 所以他就直接寫信給他 跟他 他所有的食材全部都沒有 透過Internet 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透過Internet也可以做全球的生意 所以這個就是給我們很多的思考 尤其年輕人對電腦的能力 比我們強很多 所以怎麼樣引進這些 新的這個創意跟行銷的方法 你還可以做到 你可以做到很多的生意 那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東台灣 其實東台灣是一個最美麗的海岸線 全台灣最貴的hotel 都在東海岸線 這個宜蘭的凱渡廣場酒店 新開幕 郊西老爺酒店 金英酒店 還有威士丁酒店 花蓮 太魯河金英 遠雄 道央央夜 這個瑞穗 台東的這個日輝路名 最貴的最好的hotel都在公布 可是為什麼我們可不可以在 有一些思考 有一些創新 今天我看觀光局的這個代表來 其實就是說 要有一些創新的idea 可以把東台灣打造成為一個 全世界之旅 就像東方夏威夷一樣 要有一些想像 把東海岸的這個資源 台九線 台十一線的資源 把它結合 目前的這個 還有我們的多元的原住民的 還有這個透過規劃 Long State 甚至像七萬一樣 把這個東部開放成一個 國際級的退休的這個 Long State的中心 所以要有一些想像 雖然我們的人不多 那我們有很多的人才 所以最後我想這段 slide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台灣 地很小 人口只有兩千三百萬 我們沒有地眼政治的優勢 地眼政治都是大國在往 美國 中國 俄羅斯 所以台灣這個小國要怎麼辦 我們要發揮我們的地眼經濟實力 所以我們今天的半導體 我們的工業電腦 我們的這個腳踏車 我們的機能部 這些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地眼經濟的實力 用地眼經濟的優勢 來建構我們的地眼政治的影響力 成為先進國家戰略自主的夥伴 所以我認為就是台灣不再左右紅顏 東進已經是一個 不要再裡面有大市場 那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們不再左右紅顏 東進是必然的 要積極佈局全球 輸出台灣影響力 發揮我們的人產優勢 成為不可缺的關鍵人產 然後開始跟美國、胡州、日本先進國家 新創合作 所以最後一章就是 這個台灣是第一小國 但是我們處於第一島鏈的最關鍵的意味 懷定其最好 為什麼中美都要爭取台灣 就是因為我們的地理位置非常優勢 再加上我們的精進的實力 半導體、工業電腦、資通訊產業 所以台灣沒有悲觀的理由 我相信只要我們大家都有信心、堅持 那一起民間跟政府合作 我們一定可以開創台灣 美好的未來 為我們下一代努力 OK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非常謝謝 我們分享的分享 要在今天第二場演講的最後 我們邀請 正一大理石有限公司 陳永林總經理 就跨境電商前進美國 花蓮大理石產業 來跟我們做分享 有請陳永林總經理 各位卡關、各位七月天竟、各位中華大學的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是正義大理石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同時也是正義MARGO品牌創辦人 我叫陳永林 我們品牌創立於2013年 今年剛好滿十周年 在這邊 感謝台北市進出國公會 邀請我 讓我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歡迎我們品牌這十年來的成長故事 今天看到很多東華學生 我特別親切 因為我們公司剛有六名的大士實習生 八月底才畢業 那有的 實習之後 他成為一個專業攝影師 那有的去電商平台的工作 那甚至有創立金工品牌的 開始 我也建議他開始去做跨境電商 那我們公司是在花蓮市的工業區 我們80%是出口外銷為主到美國 那公司從原始採購到加工 裝櫃出口 那甚至我們通過電商 做B2C的生意 那公司有通過BSCI的人權社會責任 以及碳竹機含茶 然後還有像太陽冷律電 以及全場水資源回收利用 我們是落實ESG的環保企業 那 我們產品主要是大理石的居家用品為主 那從大的電視牆 地板桌面 一直到小的杯墊 還有冰磚這種小 冰塊大小的產品都有 我們的品牌裡面是 以石醬供應結合 簡約風格設計 創造出大家會享用 好用實用的大理石居家用品 像是廚房用具 以及衛浴用品 以及像居家的擺件這類的產品 那 我是二代接班 我在2013年回到家裡的公司 那時候還沒有電商這個詞 大家知道的叫做個人拍賣 二手拍賣 那時候怪物就是雅虎拍賣 露天拍賣 伊貝拍賣 那 那時候有一個廣告 像盤棟花皮的廣告票 大家知道嗎 那也有另外一個廣告的台詞 是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我也是在那時候 因為聽到這個廣告台詞 我有些啟發 在大學的時候 就把家裡的產品拿來簡單拍照 又丟上了這個二手拍賣 沒想到幾個禮拜後 真的有人下班了 於是我們品牌 就是在這個環境下誕生的 那在那個時候 並不像現在金流那麼方便 往往產品是需要面交 或是用ATM轉帳 那宅配也需要三到四天才能收到貨 所以那時候是蠻辛苦的 不像現在那麼方便 那這幾年我們發現 在電商平台 大概兩年就會換一個主流的平台 從雅虎拍賣 我們換到了遺似用商店街 那再來還換到了樂天市場 後面還有像蝦皮啊 最近比較流行的就是MoMo購物 那到最後我們才選擇進入跨境電商 我們是一步一步慢慢前進的 中間我們也有經歷 今天用過團購網 像購媽吉 然後也有開過臉書的直播 去直播帶貨 那也有經過眾籌集資的方式 去開發產品 也有自己自營FB IG TikTok YouTube這些平台 但真的變化太快了 最近我才聽到說小紅書 那整天都是在用小紅書 在2013年我們品牌創立的時候 我們採用是傳統的方式 當時我就在網路上搜集了 全台灣的一些烘焙店面的資料 那我就拿了一個行李箱 裡面裝著大椅食的產品 非常重 那我就開車從花蓮出發 環台 然後我收集到的店家 我就登門去拜訪 去說服他們採購我們的產品 那因為我們的產品比較冷門 像大椅蛇感面困 那品牌也沒有知名度 所以往往就被拒絕 那大概這樣跑一趟下來之後 我們回來檢討才發現說 我們應該先把自己的品牌做好 把品牌做到之後 別人合作的意願找到比較高 所以我們決定從國內的電商開始經營 透過消費者的評價 讓我們做口碑式的行銷 讓這些消費者幫我們去宣傳產品 去介紹給他們的企業 讓我們很高興就是在經營一年後 成品生活早上的我們 希望我們產品配在他們的會位上去做銷售 甚至我們跟他們一起合作到馬來西亞